因此,如果我总结一下,一个必须接受哲学培训的人必须,并且进行行而上学以了解基督的人和人类的本质是必不可少的,他必须进行生活哲学为了理解生活水平,生活水平和师资力量的统一,人类必须以道德操守来理解对友谊的热爱和对人类的热爱。 美德,这将使他能够理解道德神学,这是与上帝之间的友谊之爱,最后,他必须做自然神学,以便变得聪明,而不是简单地相信上帝存在,而是理性地知道上帝存在。 哲学的其他学科,也就是物理学的研究惰性物质的学科,都非常有趣。 研究人类社区的政治哲学也非常有趣。 从作品的美感或功利性角度研究作品的作品哲学非常有趣,对于想要真正加深的人来说,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做吧。 对于急于想直达主题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次要的事情。 休息,这怪异的部分称为批评。 这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批评的问题,这意味着要进行批判性研究,以分析我们哲学知识的确定性和脆弱性。 好吧,我认为我们总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保持知道真正的哲学家的谦卑,就可以永远摆脱他。 我想象玛丽多米尼克菲利普神父那样,不是真正成为哲学的一部分。 相反,我们每次做哲学时都会这样做。 我们正好看待我们所说的内容,确定性,我们怀疑当我们还没有真正证明我们所说的内容时,我们会尝试越来越多地改进我们所说的内容。 就是这样。 除了介绍所有相互矛盾而且经常是意识形态的系统之外,没有其他人了。 许多门徒跟随他,喜欢在他的学校接受培训。 我认为,这些目前非常昂贵的课程将很快在互联网上针对这四个必不可少的主题进行发布。 我将再次学习,形而上学,哲学生活,伦理学和自然神学。 现实哲学概论,第三课。 在这一系列只在以进行形而上学的课程中现实主义方式,我想通过简短的哲学历史介绍什么是哲学。 在这么小的盒子里,不可能给出哲学的全部历史,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整体的观点,这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围绕哲学的人类思想是如何构成的。 在其存在的五万年中,毫无疑问或几乎没有。 首先,哲学一词是希腊语,在希腊语爱,因此是中意为philia,对智慧,爱Sophia和智慧的。 最初,智慧不是一门科学,例如物理学或化学。 智慧是一门科学,这是每个人来到地球时都会问自己的科学,及对以下三个基本问题的答案,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 这不是回答我来自父母的问题。 我来自哪里? 基本上,我是不是偶然来的? 我来自设计师吗? 这个创造者是谁? 第二个问题,我是谁? 这不是立即对自己说我有80%的水组成的问题。 没有。 我到底是谁? 我只是会消失的争气吗? 或者我是一个被称为永恒的人。 最后是第三个问题,我要去哪里? 死后有生命吗? 我会找到我爱的人吗? 还是死后什么都没有? 我要回来了吗? 因此,这门称为哲学的学科取了这三个问题的名字,并且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一开始,人们没有问自己这是什么? 原子。 人们问自己什么时候出现在地球上以及什么时候出现智能,这正是这三个问题。 一旦了解了哲学的名称,那么您就可以轻松地确立人类历史上四个伟大的哲学时代。 四个大智者,有时彼此重叠。 哲学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这个人什么时候问的? 好吧,我们可以说,人就是人,这意味着只要他拥有属灵的生活,他就不仅限于生存,繁殖等自然事物,必然是这些问题。 今天仍然有效,有时有几个人从未问过我刚才提到的三个问题,但他们很少见。 我们必须在快照中找到一个人,他一生中一直对此过敏,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像动物一样生活。 这可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但早晚我们会被追上,仅仅是因为我们生了孩子,而孩子可能会迷路。 如果仅仅是因为年纪可以达到我们,那肯定有问题。 我相信,最优秀,最神秘的人从童年开始就问这些问题,或者无论如何,从青春期开始就问这些问题,而且通常是这些问题的标志,这就是痛苦。 因为在当今世界,没有解决方案,我们拒绝给出答案,而年轻人在这个级别上徘徊和寻求,或者不寻求和意志活动中的乐趣恰恰是不问这三个问题。 他们将回到源头,因为人的结构是这样的。 因此,在人类刚开始时并没有什么不同。 哲学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我个人认为它是与智人一起出生的,也就是说与我们在一起。 我不确定它是与尼安德特人一起出生的,尽管有些古生物学家说相反。 他们之所以说相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些坟墓的例子,这些坟墓是有组织的,具有生存的想法。 就是说那里有一点花粉,我们发现身上好像有花的痕迹,另一方面有时有一条脚接的腿,的身体,这意味着我们要为来是提供食物。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些古墓的例子,但总是在尼安德特人与我们同住时,才是智人。 因此,很难用几个例子来断定他们自己埋葬了死者。 同样,如果在两万年中发现Penton的狗墓地,我们就不能得出结论,在狗将21世纪,他们的尸体埋葬了。 因此,可能还有其他解释。 我完全同意尼安德特人的精神生活,因此向自己问了这些智慧问题。 但是,当该地区没有智人时,我仍在等待寻找真正有组织的坟墓。 当我们发现两种痕迹时,我们可以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定义思想的存在。 并不是技术工具,例如带有尖头的长矛或着火的事实,表明有足够的能力提出这些问题。 确实,黑猩猩制造了一些工具。 它们可以用鹅卵石来捍卫自己。 它们使用小块木头从孔中取出白蚁并享受它们。 该使用工具的目的是及时、生存,有时是繁殖。 因此动物可以做到。 另一方面,一种精神的特征已经超越了物质的直接方面, 是当我们发现已生存为理念的坟墓痕迹时, 而当我们发现美术时,装饰艺术,除了在人类的一开始, 往往是神圣的艺术,也就是说,有一种生存的观念。 此外,古生物学家本能地发现拉斯科洞穴时, 并不认为我们代表动物是因为它很美。 它们立即想到我们代表它们是因为存在泛灵论者的崇拜,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通过给它们一种荣誉, 狩猎会更好,生存会更好, 而且事实上,有些东西是宗教性的, 与狩猎中被杀死的动物精神有关。 这可能是真实的直觉,也可能是错误的直觉, 因为有关人员失踪了,您将永远不会知道。 可以肯定的是,当智人出现而不是古朴的智人出现时, 有些人的尸体与我们的尸体非常接近, 并且从未埋葬死者。 它们举止得体,从各个角度来看, 我们都在它们的营地中像动物一样看到它。 但是,当智人到来时, 也就是说, 现代物种克罗马格农人, 立即引人注目的是墓葬。 坟墓是系统的, 给予死者的荣誉是系统的。 这表明存在生存问题, 因此, 如果存在的问题超出了尸体的个人死亡范围, 那么动物对家庭成员的死亡很敏感。 一只母猴, 当它的小家伙死在怀里时, 它会把它长期抱在怀里。 它很喜欢它。 只有当身体将要分解时, 气味才会难以忍受, 最终它会散发出去。 它会痛苦地放开它。 所以它有痛苦的感觉。 这不是精神的证明。 母黑猩猩没有提出另一只小黑猩猩的生存问题。 一个明显的外部痕迹是, 有一种想法超出了这种简单的感觉, 那就是那个小家伙可能已经被埋葬了, 而妈妈本来可以生存的想法可以把一些食物放在一边在她的洞里。 这就是现代人一存在就要做的。 因此, 我们可以假设, 甚至可以将其插入, 即从深层意义上说, 哲学的深层含义, 即对哲学, 对智慧或知识的热爱, 是从外部影响中诞生的。 男人是男人, 智人。 显然, 时代的回应形成了一个第一年龄, 我们称之为哲学的童年时代。 这恰好发生, 就像孩子在盘山学步时一样。 他们相信故事, 需要答案, 但他们相信, 他们相信父母。 如果他们被告知圣诞老人的存在, 他们就会相信自己的父母。